再多的知识 也不能让你过好这一生 2000年以来 佛教始终在教我们做一件事 明心见性 过好一生 这就是佛教文学的终极命题 这是一个如太平洋一样浩瀚的领域 传统的佛教文学 主要由诗词 登陆 颂古 民间故事等几部分组成 作为作者 我的水平实在有限 只能在沧海中选取一宿 本课准备以佛教诗词 这个佛教文学中的小领域入手 抛砖引玉 不目荣华 灌修 不目荣华不俱威 天舟改字总难医 咸云也鹤 无常住 何处将天不可飞 这首诗 这首诗是灌修大师人生旅程转折的一首诗 它符合佛教诗词的第三个境界 是标准的无惧无畏 跟中国儒家的道德观 威武不能驱 是相吻合的 我们说一下背景 灌修同学属于天才同学 佛如皆通 没有道 秦奇书画 无所不能 无所不经 成就卓著 到了探为观止的地步 秦奇 咱们是看不见了 能看见的只有书画 先说书法 书法现有一存 宋朝陈思的书小史里说灌修的书法 叫做 公草利 南土皆彼之槐素 彼槐素 你看彼的这个人没有 槐素又叫草圣 这是跟圣人比 了得 由于他俗性江 所以灌修的书法又叫江体 再说画 灌修称之于世的实际上是画 他存世的名画就是现在日本的国宝 宋墨坊本的十六罗汉图 注意啊 罗汉最早是十六个 不是十八个 前两年在中国国内也发现了灌修的真迹 就是这个十六罗汉图 但日本的是涓本的 中国的是马本的 灌修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巅峰之一 是佛教绘画史上的顶点 就是在中国绘画史上还有巅峰 但在佛教绘画史上 它就是顶点 他所画的罗汉 奇形怪状 匪夷所思 长得很奇怪的 中国人不太认这种奇怪的样子 所以历史上管灌修的画叫怪异画 有人问他说 这个大师你咋想的画成这样 他说 我做梦看见的 你看这就是大艺术家的风格 灵感是天生的 为什么他会有如此怪异的画风 就是大家只要百度一下 灌修的十六罗汉图 看一下就明白了 站在大佛学史观就可以了解 因为我们说 那个时候天下大乱 近代德国的东方学家 印度学家 马克思韦伯说 灌修的罗汉形象 体现了佛教 在九世纪遭受迫害时 受到的劫难 那个时候 佛教的寺庙在中国几乎绝迹 因为刚经历了会唱法难和皇朝起义 画家笔下的罗汉像 就是一场大劫后 年迈体虚的一个幸存者 就他这个罗汉是个幸存者的形象 饱经岁月和痛苦记忆的煎熬 但是眼神中仍有期待 灌修的画风 深刻的影响了三个国家的画坛 最重要的就是日本画坛的服饰会 看服饰会 再看灌修 就明白 他们是跟谁学的了 因此也间接的影响到了荷兰华派 间接影响到了梵高 背景就介绍这么多 因为太多了 下面我们来拆诗 第一句 不慕荣华 不俱威 这句诗实际是表明了大师的人生态度 有钱我不羡慕 对啊 像您这么有才华 想换钱就太容易了 对吧 你只要稍微放低点身段就有钱 对吧 即使灌修大师没有赶上知识付费的年代 就凭这个书画 挣钱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所以他不慕荣华 他也不俱威 不俱威不是一个简单的不怕的问题 这个不俱威 就把佛教的勇字 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这个勇字叫佛家之勇 后来日本佛教 把灌修大师的这种不俱威的精神 发展到极致 就是所谓的禅者之勇 第二句 天舟改字总难移 这是个小典故 就是我们说灌修大师的人生转折点 灌修大师云游到杭州 又从杭州去四川 关键的转折就是因为这一个字的问题 他到杭州的时候 当时 吴岳王站着江南的十四周 他写了一首诗 这首诗中有两句 满堂花解三千克 一箭双寒十四周 吴岳王很赞赏 但嫌十四周不够 地盘小 不大气 对吧 图个吉利 传话说 请灌修大师改一改 把十四周改为四十周 图个吉利 其实也是内心有点野心 其实这个就是一箭双寒十四周 和一箭双寒四十周 很简单的是 就是一个四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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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问题 你倒一个个就完了 但是灌修大师不同意 淡淡一笑 写下这首诗 以作回复 然后就颠了 直奔四川 钱总这个追悔莫及啊 一路追就没追上 就是这么的硬气 灌修大师的这个不具威 就是这个 缠者之勇 第三句 贤于也和无常住 贤于也和这个词 就是从灌修这里来的 字面意思是贤于也和无常住 背后其实还是金刚经 无助生心的精神之相 最后一句 何处将天不可飞 意境自己理解 这首诗 我们做五解 这首诗谈的是勇敢 一般的胆子大 啥都不怕 就叫勇敢吗 一般的坚持自我 不昧上 不拍马屁 就叫勇敢吗 可以叫勇敢 但这不是最难的 最了不起的勇敢 最究竟的勇敢 叫佛之勇敢 佛之勇敢 与众不同 他的勇敢 源于对生命本质的觉悟 这种勇敢来自于金刚经的 应无所住 来自于心经的 无挂碍固 无有恐怖 无有挂碍 无所住的世界 没有羡慕荣华富贵 也不惧怕什么权势 在任何境界风浪里都如履平地 气定神仙 即使生死无声降临的时候 也可以平静地面对和接受 这就是佛师的第三层境界 无畏境界 无畏境界是多层次的 除了慈悲 还有喜舍 自己都舍了 还不勇敢吗 这种死生如一的佛之勇敢 一旦碰到了武士之勇敢 就会产生一种 视生死如草戒的化境力量 这就是后来 日本佛教发展出来的 日本武士道 佛之勇敢 也被他们发展成了 禅者之勇 所以 佛之精神 不光有人辱精进 也有无畏勇敢 这二者之间 有着理性的深层次的联系 这一天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